嗨大家好我是Perry 大家簡訊這個影片一定是想更深入的了解台積電 在跟大家說明2330跟TSM有哪些不同之前呢 首先我先來簡單介紹我們台灣之光 台積電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之一 擁有7奈米晶片的製造技術 並用在製造蘋果和華為手機的晶片 那今年每個月的營業收入都遠大於前一年 今年1到8月跟去年同期相比 營業了從6500億台幣成長了到8500億台幣 足足增長了30%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成長幅度 從台積電的財報我們也能看到 這是一間每年都越來越賺錢的公司 在股息方面已經連續配發了29年 那它平均殖利率大概在2到3%之間 那對於純股族或者是長期的投資人來說 它其實都是一個表現非常好的公司 那接下來講到上市的時間 台積電是在1994年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那1997年呢 台積電就到美國發行了美國純脫貧證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ADR 那ADR就是非美國的企業在美國上市 那讓美國投資人可以間接投資在其他國家公司的股票 每股台積電的股票代表就是TSM 那如果我投資在這間企業 投資在2330跟投資在TSM 不同的標的上面 我們的報酬率會一樣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中的兩張股價圖啊 為什麼明明都是台積電 那我們可以看到2330跟TSM 他們的股價成長為什麼會越差越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年當中啊 2330的股價成長了67% 那每股台積電 哇!就成長了81%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麼樣的差別呢? 在繼續影片之前呢 假如你想要學習更多股票的知識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台積電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觀眾呢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那如果呢你真的懶得留言 那也別忘了給我們一個讚 那會讓我們更有動力 製作更多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回到主題 為什麼同一家公司的股票 在台股跟美股差別會這麼多呢? 因為台幣強勢上漲的關係呢 TSM的股價呢 其實是用2330的股價去換算的 所以當美金貶值台幣升值的時候呢 就變成一個台幣能換到更多的美金 那也會影響到股價的換算 那今年呢 9月18號台積電的溢價高達6.7% 2330跟台積電ADR TSM 報酬率看起來相差很多 那什麼叫做ADR的折價跟溢價呢? 其實呢在美股上市的台積電TSM 它的股價呢 是由台灣的2330去換算而成的 那這邊的比例是一個TSM 就是一個台積電ADR 是等於5個台灣的2330 那比如說現在TSM的股價呢 是80美金 那我們簡單用匯率30去換算的話 好像等於2400塊台幣 那2330的股價呢 是446塊錢 去乘以5的話是2230 所以呢 TSM的ADR的換算下來是2400塊 會大於台灣的2330換算下來的2230塊 所以呢 它溢價高達了7%左右 那相反的話 如果ADR的價格低於台灣的股價呢 就會叫做折價 那一般來說呢 2330跟TSM它的價差不會太大 那當然也有一部分的投資人 是在觀察兩者之間的價格變化 中間的折價跟溢價 來做一個套利的動作 他們會在溢價的時候呢 把台灣的股票換成ADR 在美國賣出 但對一般的投資人來說呢 就是一個門檻 因為中間有一些條件是要去滿足啦 那因為它其中一個條件是你要持有2330的股票 要超過一年 你要持有台積電的股票超過0.0%這樣的比例 你才能用台灣的股票去換成美國的股票來做變賣 那你今年的台積電7月份的市值12兆台幣來說呢 你大概要持有24億台幣以上的台積電的股票 才能換成美國ADR在美國市場把它賣掉 所以用這樣折議一下套利的方式呢 門檻會比較高 但是也會因為有人在做這件事情呢 會讓兩個的股價慢慢的接近 基本上不管你是投資台灣台積電還是買美國的TSM 長期持有它基本上都能一樣幫你賺錢 那剩下的就是手續費 跟美國客的30%股息稅的不一樣 最重要的是啊 美國有一個制度叫股息再投資 你只要能股息再投資好的公司 那就算是台積電 它已經是一個台灣最強大的公司了 你有這樣長期持有的話 它一樣可以幫你賺很多錢 那以在台灣來說一張股票 以目前來說要超過40萬 以新手投資人來說 你可能要下單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我們這邊會認為 美股啊更適合去新手去交易 因為在美國股市 基本交易規則就是一股一股為單位 所以你大概呢 80塊美金 大概2500塊台幣不到 你就可以投資在台積電身上 雖然台股呢 本來就有零股交易 甚至在10月底啊 要開放盤中零股交易 但是美股呢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免手續費 甚至我剛剛講的 它有股息在投資 也可以利用美國選擇權 去幫我們買賣股票 甚至呢 你每天日常生活中 會接觸到的很多的大型公司 都是美國公司 比如說你每天可以接觸到 蘋果 接觸到Google 接觸到微軟 接觸到Facebook 這些都是美國來的公司 剛剛提到那些 你日常生活中要接觸到的 美國公司啊 你基本上用一個小小金額 都可以成為他們的股東 那甚至呢 你認識的美國公司 會比你認識的台灣公司 多很多 你也不用再去投資台股裡面 那些你完全不知道 它會提供什麼商品 跟服務的公司 那比如說 半導體業 如果真的離你知識圈太遠 你也可以選擇去投資一些 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股票 那如果你對今天 我們在跟你分享 2330跟TSM這個主題呢 你們覺得很棒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幫我們留言 甚至記得不要忘記 要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就在下一次的影片跟大家再見喔 掰掰